为了强化急救效果 目前在公共场所都必须放置俗称傻瓜电击器的AD 自动体外心脏电击驱战器 那么在危急的时刻都希望能够发挥效果来抢救宝贵的人命 突发而来的心脏触停意外 很有可能就会结束一条宝贵生命 广告中诉求的意外事件 最急需的救命工具就是自动体外心脏电击驱战器 也就是俗称傻瓜电击器的AD AD主要是让心率不整 自死性心率不整的 第一已经很普及在各个公共 因为紧急疗救无法已经修法关系 所以在各个公共场所 比如说大卖场 百货公司 游乐园 甚至一些观光景点 然后捷运站 高铁等这些交通设施的地方 其实大部分都有放置AED 让人措手不及的心脏触停意外 使用者只要按下AED开关 然后遵照语音指示就能够正确操作 以AED的优点是会自动侦测病人的心跳 在15到20秒内判断是否需要电击 那依照AED上面的语音的指示 贴上贴片 这时候他也会教你 贴上贴片之后也会叫你打开开关 然后如果这时候AED可以 他分析心率是可以电击心率的时候 他就会依照指示就会叫你 他会自己充电 然后会做电击的动作 那要注意就是在按下电击钮之前 任何人都不可以接触到要被电击的人 因为他还有一定的危险在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并不是看到人昏迷不醒 就直接使用AED 应该是要先做CPR 帮助心脏输送血液及氧气到身体各处 再用AED让心脏恢复规律的跳动 才能加强急救的成效 虽然目前在台湾公家机关或是公共场所都有设置AED 但放置的地点仍然没有公开标示 消防局也希望能够标示出放置AED的指标 才能在黄金救援时间内救回宝贵的生命 中加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